屏東 玉京 玄都 同心堂再次将满满的爱心带到复理箱 捐赠生活物资给北六村的弱势家庭 捐赠的物资有白米 卫生纸 罐头等日常的生活用品 而这些物资将分发给乡内的弱势家庭以及长者 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一份实际的支持以及温情 屏東 玉京 玄都 同心堂这一次将满满的爱心带到复理箱 捐赠生活物资给北六村的弱势家庭 捐赠的物资包括了白米 卫生纸 罐头等日常生活用品 这些物资将发放给乡内的弱势家庭与长者 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一份实际的支持和温情 他们会感觉到内心更温暖 我感觉他们这么多的专心人士 你继续对我们本家的关怀 也希望这个抛砖营运的一个议题 其他的单位 各个团体单位的话 也能够继续给我们复理这样的一个支持 捐赠仪式由乡长江东城主持 并由秘书张艺民一同参加 以及各村村长也共享盛举 这些捐赠的物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 更是一份温馨的心灵慰藉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企业家和善心人士 能够加入这样的爱心行列 让乡亲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怀与温暖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